我可以让他更惨 我肯定是选择单身 义无忧其实就特别像现实中很多 人真正就是说 在面对爱情的时候 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阻碍 对 我接的角色都是 毕业美学 我就是毕业美学 贯彻到底 聚会不无聊 开心大猫胖 优酷酷的聚会的网友们 大家好 我是朱正廷 也是义无忧 比较期待哪一场戏的播出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最后一场 原因是就是够惨 就喜欢虐我们 对对对 其实虐到自己了 其实就会 观众也会就感同身受 对吧 作为弟弟 在组里有没有得到一些特殊照顾 我觉得就是整个拍摄的过程中 我觉得特别的开心 也特别的愉快 然后大家就是说也非常非常的照顾 对 有一天我们就组里就是有聚餐嘛 遇到人聚餐 我就说我特别是僧人 我说我会有点紧张 我会怎么办 然后我就问风哥和然姐 我说你们去不去 你们去的话 我说我也去 就是至少我能跟你们说说话 我不会一个人坐在那边 尴尬 然后他们说 啊我们会去 然后我说 我说行 我说那我也去 结果最后的时候 只有我一个人去了 然后在中间的时候 我疯狂给他们俩发消息 我问风哥 风哥你还来 风哥说 哎呀太美了 下次吧 我说啊 然后我就跟然姐说 我说你怎么能骗我 然后我说 为什么你们就 哎他说 哎呀明天那么早 我们就不来了 你伤害了我 还一笑耳光 曾说过 希望有一天 能够获得 有含金亮的一个表演奖 你觉得为了这个目标 需要做哪些努力呢 我觉得需要做太多努力 就首先就是贴近生活嘛 就是去体验 更多不一样的生活 包括还有就是 给自己一些训练吧 比如说我遇到 我自己特别喜欢 那些角色的时候 那如果我在他这样的 表演的基础上 我自己可以 变出一个新的 什么样的花样 你就要赋予角色 他一些生活习惯 以及他在一剧中 会让观众 记住的一些点 那你就要有意识 有意识的去改变 自己本身的习惯 这其实是最难的 因为你自己生活中 很多习惯啊 行为啊 是你习以为常的 然后也怎样 要让大段台词的 一个输出 而不是光说台词 是完全生活起来 我会努力的 对 体验一次爱而不得 感受如何 爽 对 对 对 演完就是 那就是 重场戏 那一天 我觉得还是挺爽的 然后 历史这么久之后 我现在去回顾 我觉得 我可以让他更惨 可惜了 你觉得爱而不得 和干脆单身 哪个更容易接受一些呢 我个人来说的话 我肯定是选择 单身 复仇 一公子背负着 羽族复仇的使命 感情上又爱而不得 你会心疼 一无忧吗 就是我喜欢的那一挂 一无忧其实就特别像 现实中很多 人真正就是说 在面对爱情的时候 可能就会遇到一些阻碍 对 觉得更贴近于现实 因为现实就不可能 就是事实都顺我们心 看的一些就是 还要贴近现实一些 这样就会让我觉得 我的现实没有那么的痛苦 你分析为什么 没能让一无忧 向叶子说出表白的话 我觉得就是不能说出口 我就是避意美学 贯彻到底 虽然说我替她可惜 但我觉得就是 就是得说不出口 我接的角色都是 避意美学 就是很好这一口 对 这次针对爱而不得 情绪上的拿捏 有问过姐姐吗 没有 他们两个人的感情 都比较顺利 肯定是就是说 身边嘛 你也这么大了 怎么可能身边 没有见到过 这是有爱而不得的一些爱情 这是不可能的 然后肯定是有见过很多 然后其次 其实它剧本本身 就是赋予的内容 就是能够让你 真情实感的 去感受到人物的情绪 要是有网友弹幕说 你就宠他吧 你会怎么回复呢 其实对于这种就是爱嘛 就是爱他 就是要给他全世界嘛 一无忧又是一个这样的人 用一个词来形容 此次的古装造型 造型做的特别的完美 微博设置自动回复是好的 想了多久呢 哎呦妈我都忘了 天呐 问到点上 我记得后来我想改来这 然后充了钱 还充了钱 然后结果还没改成功 想好下一个自动回复是什么了吗 没有 因为上一次之后 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就是 咱就是说 你说之前 也设过了 好的也设过了 就其他就互动起来 不行 不行 你猜粉丝因为知道你的自动回复是好的 提出了哪些要求呢 提的要求大概也就那么些 有些东西就是你说了 但不代表我要答应 或者我要去做 哦 哦 哦 好